來到農曆4月15天蠍座滿月 根據國下的太陽或上升星座 由這一刻開始到農曆4月底即是西曆5月12日 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住12星座專題分析你們各自身整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懂我講什麼 現在不是只說天傑座是全12星座 今次這個滿月圖的亮點就是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上升座 以及它是去天傑座的 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又叫山羊座 這個位置是叫做De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傑座 這個叫做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是很懂 因為我以前讀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 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法文的 因為他的英文也OK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集 言歸正傳 理論上其實月亮去天傑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根據我塔尖亂南 看這麼多星盆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傑是更壞的 然後看著月亮踏正這個一公投 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本第二的亮點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傑那麼壞 還有木星去 在這個摩蠍座又叫山羊 都是壞的 因為它整年那個位置都是這樣的 這個不足為奇 然後其他全部的planet 其實我們都是叫做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離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什麼呢 除了土星 土星響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 symbol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 但其實我不懂日文的 但有時候有些日文字 是不是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 除了土星響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都很快易行 所以原來這個 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我想說 其實伴隨著這個滿月 亦都不只是說 接下來的十幾日 十五日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告訴你 這個是 其實滿月的能量 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是 我有時做這些星座運勢 我就課大家去簡易點名 OK 簡易化 其實我和你當 其實去到農曆月味 但是其實supposedly 是講到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我們要看看火星 火星呢 就在容許道之中 就四分緊 金牛這個游利的水星 和三分緊 在雙子這個游利的金星 OK 再說一次 還有因為 月亮在天揭這個一公投 原來 接下來 大半年 尤其是這十五日之內 OK 會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就真的大家會很容易 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OK 甚至去到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 的塔千亂南星盤分析 你們找回hashtag OK 最近那個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接下來 無論在政治經濟民生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 我講了很多東西 包括戰爭 對呀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接下來是很crazy OK 冥王星已經是疫痕當中 OK 還加上 5月11月13日14日 差不多是consecutive的三日 11月13日14日 就是差了12日 土 金木 三星 雙計都會疫痕 OK 然後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OK 然後土有東西是金有疫 OK 然後冥土都是雙胸症來的 兩顆胸症 然後金木是兩顆急症 對呀 加上這些力量 是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當然如果配合這次的滿月 尤其留意 接下來的15天 但其實這大半年 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症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OK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關心 不要經常在耳朵 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一下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是萬一不小心被人砍了 你都不知道 獅子座的朋友 無論你是上星獅子 還是太陽獅子 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會有一些 剛剛萌起的 萌芽的感情 會無疾而終 無論這是一個 真的是愛情 還是友情 還是一些陌生人 與陌生人之間的一些好感 原來這些所謂的感情 很多都是來自一些誤會 一些口合 一個命運裏面的偶遇 一些小小的意外 所以一開始會有一個好奇心 為什麼這麼巧合 好像這麼有緣 為什麼這麼搞笑 我不知道 可能想一些很老套的電影橋段 在地下碰著他 也不是每天都會碰著 是真的無緣無故 一剎那 有這樣的考慮 令你們覺得 中間好像有一個小小的火花 有小小的奇妙 但是其實再相處久一點 或者自己各自的生活 有各自的東西去看 其實這個火花能不能夠延續呢 這個感情 或者這樣說 這個情感 因為我們通常說感情 就好像已經想到一定是男女的戀愛之情 但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那個情感 那種契合 可不可以延續呢 看起來就比較難 但是我不妨應命 因為這個可能都不是命中注定 這個偶遇 這個誤會這個巧合是命中注定的 但是 最後要去發展這個緣分 看起來就應該 不像是有一個這麼深刻的結局 那另外呢 除了是講這些的情感 任何 人與人之間 談好了的一些交易 一些合作關係 一些信任 一些默契 之前大家一些承諾 其實 在接下來這個階段 都是會慢慢無疾而終的 那最後 送一首歌給大家聽 讓我又開一下甘口 因為剛剛 不知為什麼剛剛喝完水 跟著婚言之間好好唱喉 好了 1 2 3 對 共你有個最美的海口 共你有個一切風雨有壽 別再收拾我兩組已分手 跟著什麼 什麼將你教我 什麼將你教我呢 什麼將你教我 何何何何沒有 最後呢 就祝私事的朋友們 在 即是來近這個階段 可以去get over這個 這個 這麼有趣的一次的 經歷 一個偶遇 一個偶遇 OK 即是正所謂 不一定要求結果的 是的 如果過程是開心過 那便可以了 是的 我忽然又想起一些林奕蓮的歌 有一首歌叫作劍被愛 還有一首歌叫木劫過之後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但是Anyways 如果你們 喜歡聽我的唱歌 你們就 怎樣叫我唱 不喜歡就算 那我就不繼續唱了 還有喔 喂 但是話是說 是的 幸好你們還沒離開 如果已經是 poss 即是已經是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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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這段 即是 即是已經沒有再聽 的獅子 便會離開 但是在這段period 我反而可以提到獅子 你們有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 是的 你說去學 有得去做 有得的 是的 OK 但我相信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應該會識吧 OK 那要去做些什麼呢 還有如果要學 都應該 最近比較難 都不會有人去教導住的 好了 那各位獅子 就 第一 去like這個post 是的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們 就記住要 給紅色的心心 就不想見到死藍 thumbs up 那個手指弓的 好了 那第二個 就是去comment 問 究竟 今期應該有些什麼去學 或者去做 是的 是會適合自己的 OK 是的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會令到你發生的偶遇 即是當你去學 或者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然後第三 我就會去PM 究竟你們接下來這個period裡面 做些什麼 或者是學些什麼 那就是對你們的身心會比較開朗的 是的 還有可能就真的因為 學或者做這個事情的過程的時候 就發生了剛剛那個意外的巧合 我不能 發生了 但其實我會不會